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反手拧拉这项技术 总下往怎么回事 拧拉这项技术 手指手腕的爆发力占比比较多 所以说重心问题就很容易被我们忽视 群里面有几位朋友给我发过他们拧拉的视频 我发现一个共性问题 就是他们手指手腕用的还不错 角度发力爆发力也都可以够 但是就是因为他们的重心问题而导致这个球总去下往 重心上普遍是两种原因导致我们下往 第一种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这个重心高 重心太高尖在这 手臂得伸着往里伸着去拉 那从侧面看的话 我重心高我只能伸到这 是不是我需要手臂往鞋下方去伸 伸着去拉往前发力的空间就这么大 但是呢我肩膀上往里探进去呢 那我能发力这么多 对不对 所以说我发力空间更充分 更容易把球打过去 第二种情况呢 是我们因为这拧拉吧 是一个短球的技术 那拧完之后 总是想快速还原到原来的位置 然后准备下一板的衔接 那所以说我们很多人呢都是动作没有做完 重心没跟上去的时候 马上就要还原了 导致这个球和手啊有点分离的状态 手还在往前送呢 人的重心开始往回走了 说夸张点 这个球还在原地呢 那他没有向前吃球的力量 他自然会下往 所以说我们的重心应该是像一个小猫扑石的一个状态啊 向往前扑的一种状态 然后去拧去 拧完之后 那重心再前脚了再坏了 这样我们就不容易下网了 你学飞了吗 我们的主要是会下mez来吧 什么观众 我不会 因为 STEVE